董事長,我接著問 這樣聽起來你們在領選 你們所屬事業機關 高階的 我今天不跟你討論第一階 我們就副總以上 總經理,副董,董事長 你們有個領選辦法 有個會見的領選委員會 有個半年前的作業 你應該都報告完了 我還是一個好奇 我發現你們這個會 非常的用心 在銜接上 你们在所有的高阶的 经理人到 总经理副总董事长副董 有50% 都退休的那一天 刚好就得到新的工作 有70%在两个礼拜以内 他得到工作 报委员我跟你报告 刚才其实我们主委已经跟委员报告过 就是我们因为必须 我们因为必须经过行政院 核定之后 我讲过不要再重复了 我现在告诉你是 刚好这个人退伍的时间 跟这个公司出缺的时间 同一天 七成 他就开缺 刚好准备你们作业时间 那你们找的人 都找那个准备要退伍的人 没有 不是准备要退伍 70%几乎都退伍 当天或两周内都得到新的工作 不是 但是我跟你报告说 我们必须 当事人确定行政院核定 他才开始办退伍 所以才会形成 在办退伍的同时 也想说 那边有个董事长也出缺 我来做一下吧 不是 因为要先作业这个事情 经过行政院同意 你们凝选出来的结果 七成的人 都在退伍的当下 两周内 转换到董事长 副董事长 总经理副总 这是结果论吗 事实是这样子吗 是因为 全台湾指导 已经通知说 这个人 要去接那个职务了 他才办退伍 所以已退的人 国防部推荐也没有民间的人 这些管理的常才 这些处长 都非常的优秀 就只有他们来接这个工作 你这个数字 你没办法说服一般人 这个叫自肥 其实我们不是说 国防部推荐过来 我们就采纳了 我们会按照公司形态 我举个例子跟您报告 我们新兴大众百货公司 总经理出缺赦 国防部推荐人 我们认为都不适用 所以我们就对外侦才 我们现在的总经理 就是业界 在统计上 一个特例 我基本上是删掉的 你为什么老师 拿一个特例来跟我讲呢 你为什么没有 七成都是外部优秀的人才 那我们有两三位优秀的将领 退伍之后 他担任董事 那我来刁难你 那是我无理 七成啊 百分之七十啊 你举一个特例 你要推翻百分之七十 那什么道理 接下来我要问你 你知道吗 你刚才我们好像是蔡委员 还是这个罗委员 在问你们说 平均的年龄 又好巧耶 高阶的副总 总经理董事长副董 百分之五十六 是六十岁以上的将领担任 他退伍了 他领了终身奉了 他太优秀了 我们转过来 不只退休当天就有工作 而且百分之五十六 是六十岁以上 不会 应该不会有六十岁 这数字根据你们经验推算出来的 百分之五十六以上啊 你们在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三年十月底 应该是他在职的平均年龄 而不是说他转任的平均年龄 他这个年纪就六十岁以上吗 我们就把他退伍出来吗 因为我们再讲 对于中将以下的来说 他不会干到六十岁的 因为六十岁的 他就任之后累积到的年纪 好我接受这个讲法 然后百分之三十是从我们退伍费转任的 然后呢薪水 我们就大概算一下 刚刚已经有人算过了 不管是这个退降的董事长 年薪高达四百三十万 加上十八%的优存的四十五万 年薪等于将近五百万 年薪那总经理呢 年薪至少一百五十万 任职董事长年薪高达三百万以上 他如果做那样的事情 该理那样的薪水 这个叫做优惠 这叫做薪资的增加 一个退休的人 转任了一个工作 他的薪水比原来更高 这个是所谓的新陈代谢的反淘汰 合理吗 这个东西 其实外面的评价是两极的 到底要任用这些有实际管理经验来 重新创造 不要再讲实际管理经验了 如果是一个事业体 我讲的是绩效 一个事业体 我看到 你如果讲过去的经验的话 我可以找一百个比他们经历更丰富的人 你用不用 我找国防部推荐用不用 不要用这个来说服人 你们没有用嘛 你们大多是用自己人嘛 你用了自己人 你对外说的是 如果说委员 您真的可以说找出一百个比他们更好的人 国防部推荐过来 我们没有不用的道理啊 国防部推荐也是自己军方退 你这个 我觉得您可以跟国防部去谈这件事情 而不能够讲这些事情 他干他这个工作 他应该拿这个钱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你现在捍卫的很有道理 因为你退 从那边退之后 你也会转任那一边 我不会 你不会 我过去就讲过 我绝不会 从你开始 后面都不要吧 过去的主委退下来 也没有去干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 就是他退了 退休应该就是休息了 转任的事业单位 他才五十几岁退休 他才五十岁 他退休的五十岁的年纪 如果说委员 您要一个学经历 具有管理常财的人 然后就叫他回家 不要做事 五十岁的人 很多很多的人 我们的军事官兵 您能不能够 举出来说 我的这些派出来的 会见经理人 哪一个不好 哪一个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 对 所以你的办公室的主任很好 你的同僚很好 你们的学弟都很好 你在告诉社会这个价值 这些是社会公器 当一个人退缝 越退缝退下来了 你觉得好可惜 他应该安排来这边工作 这一份体贴 很多数的国人没有 当你强力捍卫这个的时候 大多数我们纳税人 没有这样的待遇 所以当你用这样的用词的时候 我建议你低调一点 否则你会让退缝会 我再叙述一件简单的事实 那不是事实 也请委员您要注意到 这些人为国家贡献了这么久 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然后他累积的管理能力 还有他的学历 董主委 您可以看他的学历 董主委 他们优秀 他们付出了二十年 如果他优秀 如果他付出了这么多年 他去管理一个公司 创造机论 创造力 有什么不好 你讲的非常 我觉得您 你要尊重是我们互相的 你不能够说 讲一些不是正确的事实 你讲哪一位不好 哪一位 说他的管理不好 我再跟你讲一个价值观 如果说他们都好 我把他放到 是才是所的去做 创造绩效 安置也达到安置的目标 我跟您报告 跟您说明 你听我讲完这句话 当一个人付出了青春 二三十年的奉献 怎么会不肯定他呢 我们才有退辅制度 我们才有终身奉的制度 我用这个肯定 所以让他令民一个新的职务 这两码子是 你在给我变什么东西 不对 我接下来跟你讲 您刚才讲的第一段 非常的好 我们尊重他 您讲的如果说 我必须要告诉你 因为你再持续 我告诉你说明 他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管好这个公司 他可以来创造利润 创造绩效 那有什么不对 有能力 有专长的人 他如果是我们的退伍军人 如果他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如果说您找出 我们来看这个表 我常常要求你们 要有一些领选的资格 要有一些 我们来担任这个经理人 要有一些会见的时候 要有一些条件 你们104年3月4日 修正了你们的22点 可是这个修正很有趣 本来任本会处主管 所属机关首长 三年或合计 满三年才行 你们是把修成两年 越修越松 而且我们不讲说 这个资格 几乎都本会本会 就退府会退府会 退府会 加上国防部推荐 大概都是你们自己的人 那个三年 修成两年是放宽 还是提高他的资格 我们不是放宽 我们是希望能够扩大选业 找到真正资格的人 民国104年3月4日 这个三年变两年 有没有任何一位 刚好就符合 没有 目前为止我们 都是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 有没有量身定做 没有 有人刚好两年半 我跟委员报告没有 没有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扩大选业 真正找到四格的人 来担任不同公司的经理人 民国104年3月4日 修正这一个 也就是说 本来要三年的资历 现在改成两年 没有一个 因为这个跨过门槛 零 目前我所知道是没有 我不敢理解 你现在在本会这边打询 如果有跨过 刚好这样跨过门槛的 他适格 因为他适合 所以修了这个两年 有还是没有 这个我们必须要再看了 因为当初做这个事情 的确就像我们 我希望官委会 要求你们这些 不管会就民安资历 要完整资料 报到我们会里面来 应该会的 绝对会 我们要好好看这个资料 我接下来问你 你们都会依法行事 也许 我接下来讲这个事情 是你们计算错误 那如果我证明错误的话 我希望董主委 错的事情 我们就在这边 立刻把它解决掉 这样好不好 好 我们看 根据国营事业的管理法 第三条 我们掌握资金50%以上 叫做国营事业 50%以下 49%那个都不叫国营事业 那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审预算书 或者送个计划报告来 差别在这里嘛 这是第一个嘛 所以很多会把它压到 49% 42% 41% 那他就变成 不用送预算来这边审查 那这个技巧 中刚啊什么 很多单位也会这样用 但这边还有一个规定 第三十五条 我们对派任的董事 监察人 李监视 不得兼任 也就是说 一样都50%的公司 你不能兼任嘛 那我们退伏会 是不是也是守着这个规矩 是的 都一样嘛 是的 也就是说 我的所属事业 如果超过50% 兼任的话 这就不合法了 就不合法嘛 这个处长 刚刚处长 是的 这样是没错嘛 是 第二个 我来跟你计算一下 我们所谓的国家资本 或者国营事业 除了贵会 直接掌握的百分比以外 间接投资的百分比 也是要列入计算的 这该是高铁公司 我们已经经过很多的计算 这都要计算的 没错吧 这我不晓得 你就不要在那边知误嘛 这个很简单数学问题 我还认为说 你们不是故意算错的 我再讲一次 我直接投资的股份 也许42% 41% 然后我经过 也是我的公司 间接投资的 加起来 如果超过50% 那也是超过50% 那叫政府资本啊 那其实要以政府投资啊 来计算 当然啦 政府投资啊 但是政府投资 再投资 这也要计算 你不要跟其他交通部 跟经济部一样吧 没有吧 这一切都要符合公司法 公司法 讲的是资本嘛 间接资本也是资本嘛 来我们看 国华海洋 你刚才讲一人公司嘛 刚才蔡委员问的 国华海洋的 董事长 你们现在代理董事长 是谢震 是 那所以谢震很厉害 谢震除了国华海洋以外呢 他本身还兼任 有没有兼任其他的董事长 他是龙桥的董事长 他也是龙桥的董事长 他除了龙桥董事长 还没有兼任其他的董监事 有 监察人 他兼新兴的监察人 是 谢震 国华的董事长 谢震 龙桥的董事长 谢震 新兴的监察人 然后你们规避的 就是我本席刚才讲的 这个 龙桥 这个国华是49.68% 贵会投资的嘛 对不对 49%多了 将近 已经接近50了 没有错吧 是的 可是你们说因为他不到50所以不是国营事业 兼的话就可以回避国营事业那35条的规定 可是龙桥 龙桥是不是你们投资的 是的 龙桥是你们投资 龙桥在国花里面持有股份多少 知不知道 我把你算完了 大概10%左右 10%左右嘛 所以两个加强要超过50% 因为那是民营公司所以不能这样子来算 你又把他认为是民营公司了 国华 你们在直接投资49.68% 你就说那个是民营公司 算了 我鼻子摸摸 尊重你 龙桥是你的公司 你投资下去 10% 龙桥是跟民营公司合资了 我们仅占了37% 所以他要投资哪个公司 必须经过民营公司的董事 龙桥你们在比例多少 龙桥你们在比例多少 我们37.8 37.8 所以我也帮你算 我很体贴 我帮你算出来了 那个10%不要算18 算4.1 4.1你们间接的持股 加起来就超过53了 谢震可以接吗 谢震可以接新兴吗 谢震可以接国华吗 谢震可以接龙桥吗 我跟委员报告 谢震兼其他公司的经理人 那监察人 但是他依照规定 还是只能最多领两份的 我不跟你讲 薪水 那我愿意牺牲奉献 我不领薪水 主委可以给我干吗 不行嘛 我在跟你讲体制 我们对的就对 错的就错 价值观不同 我们可以辩论 这个事情 谢震兼了两家公司董事长 一家公司的监察人 然后我刚才算得很精准 我连你监的比例 你原来龙桥的比例 我都换算成持无比例 加起来五十三四% 委员您刚刚谈的是 国营事业法三十五条 对不对 那国营事业法三十五条的前提 它必须是国营事业的 它不得坚韧其他的 国营事业就是以五十八来做计算 所以我这边跟您报告 我们的荣桥公司不是国营事业 我们的国华也不是荣 也不是国营事业 那当时又没有这个 所谓有违法兼任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 违反国营事业法三十五条的问题了 主委 这个事情我不是刁难你 因为国华说在你们一人公司 也是兼待而已 我现在告诉你是 因为龙桥计算之后 国华它实际上是五十三四% 星星是国营事业 我没有讲龙桥啊 我讲的是 它不能兼国华跟星星啊 报告委员 这个事情 您指出这一段 我觉得说我们会重视它 然后我们来就法务这边 我们来研究它 你回去处理 我们一定要做 假如说我们做错了 我们没有理由说 在这边去跟您说 哎呦我怎么样 这个证明这个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对 所以说我们去找我们的法规会 这个违反 违法兼任 请你把它处理掉 我们一定会做 好谢谢 一定会做 也谢谢委员提出这个事情 寻答时间到 好 接下来我们请林长佐